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经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的再制造方案四点的首批工程机械企业之一 自飞厂成立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完成悬崖短机1000余台 6000余件核心零部件的再制造工作 平均下来也就是说每年可以完成150台悬崖短和1500个核心零部件的再制造 对于悬崖短这种大型设备来说 我想这也说明我们徐工基础的再制造努力是非常不错的 是的 主要有我们强大的技术团队 目前我们拥有专职再制造员工近百人 其中省四级专家技术能手20余人 我们都够为客户提供专业二手装工机械 非开挖机械 矿野机械的全套技术服务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我们一起到车间去看一下 这边就是我们载制造后的雪崖短机的装配 像这样一台雪崖短机的载制造大概是什么流程吗 因为这个雪崖短机特殊工况的原因 进场的时候它都携带了大量的泥沙 所以说我们要首先进行一个整机设备的清洗 然后进行一个设备的恢复 进行性能检测 然后我们再进行有针对性的拆解和维修 针对于密封 管路和线路 我们基本上都是进行一个全新的更换 另外对于核心关键零部件进行一个再制造 另外我们对相关的结构件也进行再制造 所以说就把原来一些设计上的缺陷 或者说用户使用过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 全部都解决掉 刚刚在车间门口也看过再制造之后的设备 跟再制造之前的设备真的是 就是察觉还是蛮明显的 可以说是焕然一新了 是这样 我们再制造设备 实话完全都是按照新车的要求进行装配 调试和涂装的 只有达到新车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设备 我们才允许交付客户 接下来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核心零部件的再制造区 好的 赵船长 这边是我们EA键的再制造区 这里EA键包括我们设备上下来的泵 阀 马达等等 泵阀 马达的所有的设备 我们都要进行拆下来进行一个拆检 里边的所有的零部件全部要进行解开 解开进行一个清洗 烘干 然后所有的零部件都要进行检测 只有检测合格的零部件 我们才能够进入双配 EA键作为工程机械中最重要的核心零部件 我们是怎样保证它在制造之后的可靠性 你跟我来看一下这个房间 这个房间有我们一台自主设计的EA键的检测设备 这个检测设备会对动伐马达的流量 压力和泄漏量等等进行一个测试 这些参数完全达到我们新建的程度的时候 我们才会进入装配 这边是我们发动机再制造的厂区 这个您可以看到我们发动机的技术人员 正在进行发动机的组装 发动机倒是经常见 但是正在装备中的发动机 我还是第一次见 真是大开眼界 目前我们发动机已经形成了 康米斯、沃尔沃、威才、五十零等 发动机的再制造的能力 然后我们会对所有的再制造完成之后的发动机 进行一个参数检验 这边就是我们发动机的实验室 在这个发动机实验室 就是我们会对我们装配完成的发动机 进行一个各个系统的参数的测试 真正按照模拟工况进行一个完成 所以我们把这个参数达到新机的要求之后 我们才会用在整机的装配上 是的 在制造的二手设备 我们不仅要让它从外观上看起来新 从质量上我们也得有所保证 大大延长它们的使用周期 这样才符合徐工官方认证的 二手设备的竞争力核心 实际上这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的也是我们的死命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客户创造 合适的二手的工程机械产品 这里就是我们的产品调试区 我们模拟了悬崖站的工作场景 出厂的载造二手设备 就在这里进行各方面的调试 使设备达到最佳状态 感谢赵厂长专业的讲解 好的不用谢 观众朋友们通过这次探命 徐工再制造工厂 想必大家已经对徐工再制造二手设备 有了更多的了解 小徐认为呢 徐工再制造二手设备 结合了很多高科技再制造工艺 来对这些工作了很多年的 二手设备进行重造 让它们焕发新的生产力 这也正是呼应了本次发布会的主题 智创新动力 好的 今天探命徐工再制造工厂环节 到这里就结束了 买卖二手工程机械 就到徐工二手机电商平台 官方认证质量有保证 预祝徐工二手机平台 发布会圆满成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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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